刚开始喝茶的消费者 我觉得还是喝这种 现代工艺的正山药种 因为它就是纯粹的花米香 口感也很适口 经常喝茶的人 或者原来习惯喝传统的正山药种的人 还是喝传统工艺的 传统工艺的正山药种 喝完之后人身体是发暖的 它是有补益的功效的 这种现代工艺的红茶 它感觉还是偏寒 传统工艺的正山药种 经过苏木的烘干 再经过炭火的烘干 就整体的感觉 它的茶汤很醇厚 现在工艺的这个 就更干净一些